後疫情時代 我蠻喜歡用冷凍食品來做產品 因為比較省時省力 尤其是冷凍品類 像一些義美的蔥油餅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冷凍的餅類 像是印度的煎餅 冷凍的食品可以在冰箱裡放很久 而且價格也低了 通常大概大概七八塊美金 一袋裡面大概有六到七片名 要看品牌 你拿出來也不需要解凍 直接放在平底鍋裡面就可以 通常我會用的食材 就包含像是小番茄、蘑菇、起司 然後當然雞蛋是一定要的 雞蛋就是用一道兩個打成蛋汁 也可以用冷凍的青豆玉米 像我也會有時候用一些冷凍的蝦仁 有時候你也可以去當然看你的預算 你也可以像我有的時候 我預算苗充裕的時候 我就買一些Oyster新生的鮮科 就可以做成類似像台灣很喜歡吃的蚵仔煎 你把蚵仔放在上面 然後打成蛋汁 它就變成了蚵仔煎蛋餅 你當你加上了起司啊 然後把它加上番茄起司跟番茄醬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意大利海鮮披薩 我的餅呢 它是做的就比較小 所以當你放餅進 放到平底鍋的時候 可能它的面積比較小 那你這時候倒入蛋汁的時候 你從中間倒入啊 你不用把蛋 就是一定要 蛋汁一定要在中間也沒有關係 你要讓它環繞在旁邊 就有點像一個太陽一樣喔 然後你把平底鍋轉一下 它也就變成是一個比較可愛的 就是變成說中間是餅 外面是蛋皮 然後你就把它稍微再煎個兩三分鐘喔 然後火不要開太大啊 用那個小鐘火就可以了 用那個鏟子把旁邊稍微就鏟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它直接就 翻面也好喔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像卷 就整個是卷起來的啊 就是像個蛋卷 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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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火 醬汁 大陡 辣椒 切成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